電台,幫我查一查 處理事故事亦要熟悉程序 包括怎樣搜身 這裡不是警察學院,他們都不是學警 而是少年警訊會員 在這個佔地近3萬平方米的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 其稱少年綜合訓練營 他們還會學到子母鑑證 中心原本是消防學校 去年施政報告建議翻身 警方說希望透過當中的訓練 加強青少年對警務工作的了解 亦都提高他們的防罪意識 近期的可能就是吸毒,網上的罪案 最近我們多些就是電話片案 因為我們發覺真的有些青少年是所謂的 警察要做的工作 那些元素都蠻符合我的興趣 如果我未來有A律職業給我選擇 我會將警察排入前三 除了室內的訓練中心 室內亦都會有體式能訓練場 使用者只需下載相關的應用程式 再採個二維碼 就會有片段教你最正確的動作 除了少年警訊、其樂警訊的會員 學校亦都可以報名參加 中心內亦設有二百個床位公留宿 所有費用全面 無線電視記者何欣報道 前相交所主席行政會議前成員張震院 截嚴欺詐和署謀詐被捕 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將會轉至區域法院審理 張震院獲准保釋後審 59歲的張震院被控欺詐和串謀詐騙兩項罪名 獲准以五萬元保釋 提堂之後離開東區裁判法院 48歲的前相交所財務總監蔡達英 就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 同樣獲准保釋 控罪指兩人在2012至2013年 不誠實地隱瞞或者沒有披露商交所的財務狀況重要資料 以及提交虛假或者誤導性的資料給政監會 亦都容許政監會的商交所報告 顯示虛假或者誤導性的財務狀況 導致政監會沒有撤回商交所的牌照 另外張震院亦都被控在2013年4月 意圖詐騙而有使一間財務公司交出3千萬 令那間公司蒙受損失 裁判官批准控方申請 將案件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 據了解控方42個證人之中 包括商交所、證監會、銀行和財務公司職員 兩個被告在保釋期間不准來講 亦都要交出旅遊證件 張震院2007年起出任市建局主席 2012年梁振英競選特首的時候 擔任競選辦主席 梁振英當選之後獲委任行政會議成員 同時身兼策法會副主席等多項公職 他在2008年創立商交所 提供各類商品價期貨交易 2013年商交所陷入財困 要交回營運牌照給政府 證監會和警方介入調查 張震院在2015年被法院頒令破產 他之後被商交所員工追討34萬元獻身 罪成被判監6星期 裁判官當時批評他沒有真誠賦義 獻身但是仍然住在淺水灣豪宅 張震院最終就上訴刑期得席 改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 無線電視機者尿卓宜報道 而九寨溝多個景點嚴重受損 九寨溝景區在地震之後 很多湖泊水位急降 清澈的湖水變成泥水 當中原本深九米的著名景點火花海 流走大量湖水 激近干潑 湖邊的泥土也流失 樹木倒塌 而景區裏面最大的瀑布 內日浪瀑布 水流也減少 露出原本見不到的岩石 當地一度有傳言說 九寨溝的水流會湧到完成 引起公眾恐慌 當局就說為了防止魚鎮造成損毀 星期四在景區外面一條河的上游水庫排水 才令到水位上漲 又說內日浪瀑布等地段沒有倒塌的危險 警方已經查處散播謠言的人 至於救援方面 除了清理路面大石 抗震救災指揮部說救援人員已經展開地毯式搜救 截至昨天下午 在景區疏散了6萬多個遊客和外來員工 並且在重災區張澤鎮等地設置200多個安置點 臨時安置大約2萬3千人 每人每日獲發一斤糧食和20元人民幣應急 另外有司機昨晚報警說 駕巴士到張澤鎮上指寨的時候 車身被滅下來的大石推落到大約10米深的河道裡面 之後8個人自行逃生 但是有5個人失蹤 包括一個小朋友 消防隊5到場發現車身損毀嚴重 不過裡面沒有人 無線電視記者一層眼正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更嚴厲措持警告北韓 說早前對北韓的警告可能不夠強硬 又說如果北韓企圖發動襲擊 怕的應該是北韓 正在新澤西州度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副總統騰斯一同見記者 說日前警告北韓不要再威脅美國 否則會遭遇前所未見的烈焰和路火 言論可能還未夠強硬 他說一直考慮透過對話解決北韓問題 但過去25年來都沒有成果 對於北韓說這個月中會一定好向關島周圍 發射四枚中程彈道導彈的作戰方案 特朗普說美國人和盟友仍然安全 如果北韓企圖攻擊美國或者盟友 怕的應該是北韓 特朗普在另一個場合批評北韓不尊重美國 多次發放可怕的言論 會留意今個月中關島的情況 強調美國對北韓的行動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他又說計劃增撥數以10億美元支持反導彈計劃 美國前副總統郭爾 認為特朗普荒謬的言論無助解決危機 聽起來和北韓領袖金正恩相似 希望白宮是由頭腦冷靜的人主導 又說聯合國安理會早前一致通過制裁北韓 有助透過外交對話解決問題 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在北韓問題上 一直透過向中國施壓 期望中國運用影響力 促使北韓放棄核計劃 但他對北韓的強硬操持 不單止刺激北韓 還會刺激中國和歐洲 做法不符合美國利益 特朗普結果成為自己最大的障礙 無線電視機車能護搖報導 英國倫敦警方拘捕了個50歲男人 懷疑他跑步期間將一個女人推出馬路 令他受傷 警方星期四上午在倫敦西南部住宅區 拘捕了個疑犯 說他涉嫌導致他人身體受傷 疑犯目前目准保釋 事犯於5月5日 一個男人在橫框太吳仕河的 普特尼橋行人路上跑步時 將一個33歲的女人推到行車路 巴士司機及時扭軚被關鍵外 那個男人大約15分鐘後截犯 受輕傷的女人嘗試跟他對話 但那個男人似乎已經不認得他 倫敦警方今個禮拜初 公開示法閉路電視片段 呼籲公眾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響尼亞總統大選 官方仍未公佈結果 反對派聲稱選委會機密資料顯示 候選人前總理奧廷嘉勝出 選委會博斥荒謬 不過奧廷嘉的支持者仍然上街慶祝 在西蘭布加基蘇蒙 一批奧廷嘉支持者 星期四在街頭 慶祝奧廷嘉聲稱得票 比尋求連任的總統肯亞塔多 期間警方直升機在上空陪船監察 以首都萊羅巴 突然選舉出現舞弊的反對派支持者 繼續上街示威 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 已經檢算的九成九選票 指肯亞塔領先奧廷嘉大約10個百分點 奧廷嘉說 選委會的電腦系統曾經被人入侵 散改成對肯亞塔有利的結果 選委會就說 有人嘗試入侵系統大失敗 美國聯署國有主要官員承認 通脹短期內難以達標 波韓地緣政治緊張 美元倍價受影響 稍後回來會有詳細報導 衝士 天梓八神油 帶出食物好味 嗚 很香 吃炸豆角,用金粥花生油,新鮮,濃香 金粥花生油,濃香又炎香 金粥罐頭,美眉菜譜 我们今天要做的菜系,豆豉鲫鱼炒豆角 嗯,超正啊 金粥罐头,金香可口 金粥罐头,金粥罐头,刺青山签河显 金粥罐头,金粥罐头,金粥罐头,金粥罐头 但是送太宗这一条,可能只有八次 但如果一罐取的人就多了 最多 것次人是送下三年,总共取了353人 最少那一罐也取了70多个 八次开罐,一共取了1478人 中均每港一百十多個 但是宋泰宗時期的十多倍 如果將其他方式進來 每港就取到七百多人 差不多是宋泰宗時期的二十多倍了 那宋泰宗時期的人材 是不是真的比宋泰宗時期多這麼多呢 當然不是啦 無非就是取市的時候 標準就寬鬆了這麼多 等於現在只大學抗招 人數就多了 但是職量也未必有保證的 那宋泰宗時期的進士除了人多之外 升官也是快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當中 中的科舉也就是有官做 其實一開始就不是這樣的 在唐朝的時候 中的進士就不是馬上有官做的 要經過實踐和利部的考試 才去正式人官 這個做法兼顧了文化和實踐 是一個好的做法 但是在宋朝 要一種進士就馬上有經官做的 在以下的升籤裏面 宋朝都特別廣告所謂資格出身的 中國進士的叫做有出身 出自印保的叫做無出身 而科舉印保以外的途徑入市的 就是由習出身 其中 鎮士出身最受優待 宋泰宗職位第二年 就開科草市 其中的鎮士 七年之後 呂蒙正和張齊怡 已經有執政的職務 十二年之後 呂蒙正更加單位阻尚 根據統計 太宗以前的進士裏面 有十八個人 在本前演位都要阻尚 所以宋前 有個說法叫做 一舉手登龍虎廣 十年深到鳳王池 這個鳳王池 就是宋太宗後期 他大開科舉之門 令到由自己親自錄取的士人 佔據了從中書機構 到州府莫職的大小官位 亦正式宣布 宋朝成為一個由民軍統治的朝代 接下來我們再說說民軍統治 所以對武將的差異 宋太宗對於民軍很支持 而他的運氣不及失敗之下 更加遍免一樣的民旨 亦真是走敵邊 除了擴大科舉 和民軍人選之外 宋太宗還採取了不少措施 譬如說他以心作禁 憑殺中的體書做成文大 他同於大神 王者雖以武功學病 終須用人得自此 所以他每日退遲 都說自己是不停地看書 有請郭朝鑑的博士 替他講解真理 不然之後 真的有道理 不知道是否聽不到 而且宋太宗 和宋太宗都沒有在讀書 正所謂 因為王浩世妹會宮中多餓死 皇帝喜歡讀書 下面的人也沒有辦法 跟著一層讀書 這件事應該說的是好事 不過 人口太宗也不太大 在他的影響之下 不只文人喜歡讀書 甚至武將 又真是讀書上來的 有一人 在退朝的時候 找一個大神 叫做黨進 平時字也不懂得借的 不然跟宋太宗說 新年萬月商股 其妙イン黑食 被視為主席的男生發生的 議式有決策 今天叫 facilitate哈 叔你說那些話 現在說盡的話 加上後一跌至16年的低位,大工自燈產出增長緩滑增低通常 預計未來6至10個月,通常反而達長學商2%的目標 但是補充緊接比原貝加皮膏,送泰島市民進行民進行洞瓶支撐 加上市場持續改善,新潮有上升壓力,最終會推動動作股對周圍 但是邊境地方,一般都還用了陸上,並開始送泰島市民進行洞瓶標準化 導致你認為勞工市場越來越充強可能是改善美國人生活的最新方法 大保障有調查顯示只要三成為美國人 認為下代政策在善,成功臉兵打仗的大仗,就是打賣武的作用 導致勞工市場特別在生酬方面有很大的不平等 尚心主要是用技術和全靠法 連民間共有預安全透過尚心和低越進行中的民主引會 尚心聯儲局已有國民有力強於貧富分崩的問題 並沒有將其他權力比例降低,這個就是操作人行 為現時分調查顯示,大部分3房間施設事預計 被主局局局委員開始影速減資產貨債表 和10月份會幾次,去年薪國產生, 更加三次加息港幣及社區局的行情增加 烈件事記者,獨家簽記賀粑 除了重用銀神之外,宋泰宗還設立了生業制度 例如他設立了差檢院、三班院等專門入營差檢的規劃 這件事,國關係到宋前的官制 在宋前的官職,公職員是分開的 宋前的官員只是表示官位和粉絲的高低 所以亦都叫做紀錄金,而差檢才是實職 所以稱之為職時捐 至於職貨,小的是管職,或是血職 這個其實是一個靈略性的名銜 就不需要管理具體思路人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包青天包請 好的全稱是9月,龍套戟直赤市 現況10.143,遵復發落8.1231 甚麼意思呢? 龍套戟直赤市是貼貼職,秦西蘭是5.681 每百港元是5月85.26 也就是說,龍套戟直赤市 在一個榮儀星圃 柔私郎中其實就是人工削弱 至於具體職務就是田支開封虎 這個官職差傾分離的制度 有職結作用也有消極作用 職結的作用就令到民工系統更加靈略 而消極的作用就令到榮儀銀牌的影響 在到王朝下的區域,他對北戴的地方 可能不夠銀牌 除了制度檢設之外 在實際應用方面 送泰宗用人也都被公司儲負用銀牌 無論是負責起草內製的韓林博士 或是負責行政執政的載上 全部都是銀牌 而且載上大部分都是貫民博士的聲響 在送泰宗用這次 是連續第3月下年 接近全日最低收市 其中有6個是進市出身的 政府輸入有35個 並且跌出50%平均市 是一個極限的收市 反映投資者的洪峰情緒的波動指數 是9月以來最高 但全部都是銀牌 所以在送泰宗用這次之後 基本上是用得地位 最後我們再講一下信泰宗用前的文化工程 這個文化大工程 太平成小 很難的 後續 現在呢 兩年朝都領落大典 潛領這四封書 連送泰宗用前 早就做了不少工作 首先呢 他就搜索和書 組織教肯 在於夏天英國9年 宋泰宗用了 明令張二郎的床書 和唐代書幕的商和隊 之後呢 就照大家獻書 但凡獻書300表以上 都著情稀汙 或者是零不安排 去到資道語言 也就是公然995年 宋泰宗用專程派人 在江南兩節地區 求求各種書籍 同時呢 他還專門組織學者 教杏點席 所以,由官方組織全世界典籍的教育,在宋朝成為了一種傳統 這方面對文化的傳承很有趣 當有了書之後,宋太宗為券同書本 宋太宗那時已見到三個本來重書 宋太宗職位之後,每年都來視察三個本 後來由夏林營業三個新本,並且親自規劃 次數的總名叫做純文園 然後在純文園裏面見了一個秘閣 用來收藏真本圖書,大內的古話、墨跡等等 而且宋太宗還叫文士登任三本和秘閣中的重要職位 而這些職位也成為宋朝培養人才的一個人才副 最後,宋太宗還下令編收了幾部大書 宋太宗有四部大書 第一部是《太平二朗》 第二部是《文宇英華》 第三部是《太平廣記》 第四部是《賊虎而歸》 前三部都是《太宗一朝》收成的 而且在宋太宗這一朝,下令編的書裏面 以《太平廣記》是最多的 另外,與他這個《太平廣記》的年後可能相關 也許他自己覺得在武功方面比不上高高朝康人 所以,有他強調文德之智 向天下人宣佈,我們是和吳家吃蛋的 我肯自然這個才叫《太平成勢》 古人啊,書中自有融洞,書中自有明月 表面上,副造沉默的歷史書裏面 其實,捆著著無數古怪的智慧和動人的故事 正正地捆著有先人去發言 《阿光107.57》工作日早上7點,中午1點 李華中,聰明的說 用濕事實度的冷靜的女生 帶我們一起,在歷史的故事堆裏面 發言黃金一、密沉懷如 在節目最後的時間,明天是要賣賣公告的 首先,提醒各位,在我們聰明學校早晨 大公報社評 近日美國和北韓互放開戰狠話 加劇地緣政治局勢風險 加上歐美央行計劃進一步收水 市場避險情緒持續升溫 世界政經局勢複雜多變 當心資金流向急速轉向,引發市場大震盪 港元對美元曾跌近7.83的10年低點 資金流走警報長明 資產價格回調壓力逐步增加 投資者應該之所進退 明報社評 美國面對北韓既不能貿然動武,制裁又沒用 唯一的方法就是談判 敢於北韓已經擁有核武,快將發展出洲際導彈 今年初中方提出雙暫停方案 即是北韓暫停所有核武和洲際導彈開發 美光和南韓暫停大規模聯合軍演 希望舒緩危機,為歡復和談,創造條件 天氣方面,月侧部分時間的陽光 焦了幾陣趙雨,天氣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 新界再過兩度 翠和換西南風,初時風勢減中清淨 展望未來幾天帶至天晴和酷熱 第一天氣溫會介乎在28-33度 一股西南氣流會在今天繼續為我們帶來趙雨 而隨著富熱帶高壓值增強 增活到下星期的中期 天氣都是大致晴朗和酷熱 環港處公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 現在冷靜地會被開到田中 朝下星期的低速都很適合 另外一看中一看有眷層 大概的穿海面 大約有眷層 大約特色都很適合 大約有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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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在興臨 大約有眷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按摩 太子珠寶金粥花生芋帶出食物好味味 好香呀吃清水麵用金粥花生芋新鮮濃香金粥花生芋濃香又健康金粥罐頭美味菜譜我們今天要做的菜是羊肉米煎雞蛋好惹味呀金粥罐頭金香可口 要看世界級的多硬怪石 現世坐飛機呀讓我帶你去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啦 油地質公園最緊要注意安全 最好由經驗豐富的導遊帶領 大家亦都要小心執法和鬆脫的食塊 好 馬食主 掛來先踏嚴重風化的岩石 沒碼頭設施就不要上岸 還有 焦奇武檸酒石塊 滑在岩石上和沙 要保護地質公園的自然景觀啦 火警時 如果屋外補達熱就留在屋內 如果同身 要帶三寶 手機 用來求救 毛巾 用來掩住口鼻 減少刺激氣度 悶時 必要時可以翻譯屋站備 同身時 見到樓梯有油煙 就要搬離一圓 如果所有樓梯都有油煙 就要翻譯屋 無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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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鼓無措施 等待救援 記住 火警同身 要帶同身三寶 手機 毛巾 門廁 這件衣服是100%的綠色 嗨 您要找到樓梯嗎 您請求您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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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幫助您的樓梯嗎 您請求您的樓梯嗎 沒有很明顯 那時候您請求您的樓梯 您請求您的樓梯 您請求您的樓梯 女性 pun 憲 Temple 女性 Seite 硬梯 他也可以問她 小 Thirty專家裤 mental 英文YouTuber 1才懷疑 胃功方面 sone 有點枉 我必失忆天 疑問究竟為何生 但你虧視我 但你悔暗 勇敢去面認人生 若我 再會多一次多 Спасиб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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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